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第3026集 吃饭了 这时 外面传出了欧阳老婆的声音 欧阳招呼着张凡带着欧依诺出了门到了餐厅 作息以后 欧阳老婆捡了两个大包子 放在了张凡的碗里 张凡微笑点头 随后咬了一口 味道鲜美 好吃啊 那就多吃点 好啊 张凡应了一声 饭吃到一半 欧阳说道 对了 小凡 下次历练的时候带上我 我也要为突破第二境地九段做一些准备了 儿子的事情一直是欧阳的心病 总而言之呢 实力越强 抵抗风险的能力才能越大 行 张凡点头 随后又问 接受了火麒麟传承以后 你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感觉啊 没有 都挺好的 那就好 张凡放下心来 吃完了饭便驱车回家 在路上他给雅西二大爷打了个电话 把小宁的情况跟雅西二大爷说了一下 光明叫在江区 雅西二大爷也在江区 并且雅西二大爷身边也没有个修行之人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之后 张凡建议雅西二大爷来平山 雅西二大爷想都没想便答应 说挂了电话就立刻去机场 不过过来以后他也不可能和张凡住在一起 张凡不自然 雅西二大爷更不自然 更加不可能老是住在欧阳家里 所以张凡掉转车头去了中介 买了一套距离张凡家不远 一层带小院 净装修还没有住过的两室一厅的房子 第二天早晨八点 张凡便把雅西二大爷从机场接了出来 两人在外面吃了顿饭 把雅西二大爷送到了新房子里面休息 雅西二大爷对于这房子非常的满意 对张凡连连致谢 刚刚离开雅西二大爷家 张凡手机便响了 是于山打的 喂老于啊 张先生您在平山吗 在啊怎么了 那个您忙吗 不忙 老于啊有话就说 不用吞吞吐吐的 是这样 公司出了一点事 我想请您帮个忙 您现在在哪儿 我去找您 哼 那你在公司吗 在呢 那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过来 张凡说完便把电话挂了 既然是公司的事情 那么大概率需要是在公司里面解决 如果让于山过来 还得来回的折腾 倒不如自己先过去了 二十分钟的时间 张凡便到了于氏集团办公大楼 他刚刚走进大厅 便看到于山快步迎论过来 他一直在大厅里面 在等着张凡呢 张先生 您来了 于山一把握住了张凡的手 张凡微微点头 在于山脸上看了一眼 随后 跟于山上了电梯 一起到了于山的办公室里 有人借助精怪的手 来对付你 威胁你 要侵占公司的利益 是吧 是的 我妹妹的电话打不通 我这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本不想麻烦你的 没什么麻烦的 张凡随口说了一句 又说道 你给那个威胁你的人打电话 就说 你答应他的要求 让他过来 咱们一块和他聊聊 好的 于山应了一声 拨出了一个电话 不到半个小时 一名身材中等 气质儒雅 看起来文揍揍的男子 到了办公室里 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名 丝袜 执夜装 长发飘飘的女秘书 于董 你可让我等得好苦啊 今天如果再不打电话 我就让仙家今天晚上 去拜会你们一家了 文揍揍的男子 满脸笑意 语气虽然平淡 但其中却带着强烈的威胁色彩 于山苦笑了一声 看看张帆 文作作的男子健壮 也不由妄想张帆 问向于山 于董 这位是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另外一名股东 只有他签字 咱们间的合同才可以生效 于山说出了他早就编好的理由 可对方却并不相信 是吗 可我看工商登记备案 是你们家百分百的持股啊 你也混迹生意场这么多年了 应该知道什么叫做带持吧 于山反问 我们于家替张先生代持了集团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哦 原来是这样 张先生 想必我背后仙家的实力 于先生已经跟你说了 钱财这东西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都是神外之物 命才是最重要的 签字吧 那人说完 拿出了一份文件 推到了张帆的跟前 哼 你少他妈威胁我 什么仙家不仙家的 老子不怕 他还能一手遮天不成 看到张帆这么一副强横态度 文皱皱的男子 眉头不由紧皱 看来你是不捡棺材 不掉泪 他一边说着 一边摸出了手机 于山故意装出了一副 焦急的模样 伸手便想阻拦 张先生 他要打电话 叫那个仙家过来了 放心 我倒想看看 这仙家长什么模样 有多么厉害 张帆说完 压了一下于山的胳膊 让他咋吧 没事 这时 文皱皱男子那边的电话 也接通了 他十分恭敬地说道 喂 仙家 这于水集团 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 于家百分百的控股 他们带吃了一个 姓张的小子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于山已经认怂了 可那个张姓的小子 十分嚣张 更加对您 还出言不逊呢 行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花筒里传出了一个 慵懒的声音 听到这话 张帆和于山 互相对望一眼 两人刚才演那出戏的目的 就是要把这金怪 给引过来 挂断电话 文皱皱男子 满脸得意 幸灾乐祸地看着张帆 现在嚣张 待会儿有你跪地求饶的时候 是吗 那我倒是要好好地见识见识 张帆同样是满脸笑意 大约过了十五分钟 张帆便感觉到门口位置 传出了丝丝缕缕的妖气来 随着时间推移 妖气越来越浓 一只老鼠的魂体 搜了一下 钻进了办公室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